这个原来是我们家 房子现在也卖出去了 卖给别人了 带大家看看 我上小学的时候住的房子 现在这个地方 弄的是越来越好 就沈阳有这种老旧小区改造 你看他窗户这还给每一家都安了 就是这种像小露台似的 铁的这种 带栏杆的 因为它是随接的 我们当时住的这个楼不是这 是在里边 但是随接的这些真的建的特别整洁 看着 老小区现在弄的也不错 现在这老旧小区弄的是真好 先来看看 我小学就是在这长大的 原来这是车库 还是不是车库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这个地方干啥了 还是不是车库了 好像不是了吧 看着样不是车库了 好像车库在那边 弄得真好 看见了 再往前走一走 中间这个地方是社区 社区服务中心 两层楼 现在建的真好 老旧小区弄得真的太像样了 现在 不知道这里边这个屋里温度咋样 对 我们家原来就住 就住这个楼 这个位置 真不错 你看这老旧小区就非常整洁 你发现吧 这还是冬天 如果夏天看起来会更好 烟囱全都给了 把那个烟囱全给规划了 还弄成了这种像文字 文字早期文字的模样 看这个字弄得非常 非常有这个 沈阳老圣经的特色 对 单元门也换了 全换 看单元门也换了 以前这都是我们的老邻居 估计很多都已经买房子搬走了 都不在这了 都不在这了 走 再往前走一走 对 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改造的 二代元 咱们能进去吗 估计里边也得弄了 哟 那里边弄得也很好 哎呦 很好 是吧 嗯 看着弄的 台阶也全重弄了 基本相当于大翻修一样 哎呀 沈阳这老旧小区 投了不少钱了 看来 进来之后真暖和 都是平常吧 对 这个地方原来是水电站 也规划的很整洁 是不是一定花点钱 怎么有不了 对 哇塞 这个小区整体看现在就是 各个区域啊 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 老圣经的视觉效果 真不错 这已经很多年没走到这儿了 今天正好路过 来进来看看 哇塞 长见识了 这简直太像样了 垃圾分类驿站 我们现在的新小区 我都觉得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 这种这么好的设施 有 倒是有 但是感觉没有这么清晰明了 看着 是不是都可好了 你看我这画面拍的 哎呀 残 残那个厨余的 塑料的 还有金属的 织物的 可回收 不可回收的 太棒了